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之前我做了一期蜘蛛褪皮的节目 很多小朋友都对这些移动的小白点产生了兴趣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小白点放大100倍 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用镊子 加出一小块带有小白点的椰土 放到显微镜下面 好难架啊 实在是太小了 镊子头有点粗 终于加到了 看小不点还在爬行 看到了吗 这是一只白色的虫子 其实这是一只蛮虫 它第一次上电视 有点紧张和害羞 爬到底下去了 我们把这块椰土翻过来 诶 有没有发现 边上还有一只小的 下面有一个更小的白点 我猜可能是蛮虫的虫卵 不太确定 有小朋友知道吗 诶 跑到下面去了 趁机会我们进一步放大 来仔细看看这只蛮虫 看到了吗 浑身晶莹剔透 是不是有点可爱 叔叔它有几条腿 没错 就是八条腿 所以满虫并不是昆虫 其实满虫是属于猪形钢的 跟蜘蛛是亲戚 所以长得有点像 都是八条腿 满虫通常分为 成满 粉满 隔满 乳满 要满 戒满 等几大类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经常在野外或者家里 见到的红蜘蛛 其实并不是蜘蛛 而是一种满虫 学名叫做燕满 至于这只是什么满虫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知道的小朋友可以科普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满虫翻过来看看 这真是个技术活 对比一下镊子和满虫的大小 我太难了 仔细看满虫的头部 身上长满了钢毛 它的嘴巴好尖 小样翻不过来了吧 虽然你有八条腿 但谁将你腿那么短呢 拿武器也没用 最后在蜘蛛盒子里找到了一块 蜘蛛吃完蟑螂后剩下的残渣 放大后看看 看到了吗 大大小小的到处都是满虫 是不是有点恶心 其实 你的枕头 被子 臭袜子上面 也好不到哪里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感谢观看